让我们来看这场 CZ队是Jonathan 现场现外 CZ队大型角色 这两个都是重型角色 略微得有一点吃飞 上币出盾 Jonathan在我印象中是8K 没有他最近已经一直在DVD 这个一开始的优势很大 DVD没有中 CZ缓冲的下头空前非常熟练 空间 这应该是Jonathan的一个失误 其实很少见CZ用空闻 感觉CZ也是进化 CZ最近的空闻不少 就这个空闻加空后 上帝出的没有打中 哎呦 这边还是比较喜欢每次试一下 这应该是DI的问题 我感觉库巴的那个重量应该刚才死的 现在CZ还是有优势的 下帝手边 刚才可以一个横S啊 感觉 好少了一点 这个手边技术真的给力啊 真的 上S都读到 先给了大家一个错觉 库巴打重心角色 简安 不是很 这个会不会 哎呦 隐石可以可以抱云 看这把 选择任天村 哦 村上街道 这对两个人发挥的空间都很大 因为这个图巨大 上面一个板子 左艾的CZ的陨石 下一个空 一个空下 一滴地上臂的速度应该很难被抓两回 哎 这个昏火 哎 这个昏火 挡不了这个球啊 哎 这个昏火 终 目前 看看能不能守死 抓到了 应该死不了 这个图真的很高 哎呦 这个空后可以 确认 不知道 这个攻击性比Wonerson高一些 DDD可能他选择这个空上 确实应该是能怼过 库巴的空下的 因为DDD应该是武器 而且这么长时间 CZ最大的手边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还没有能成功地将CZ击出去 好 因为CZ这个情侣之一的 我还有空前 CZ的情侣之一的老司机 也是用这个DDD的 他应该对DDD的场次熟练度非常高 应该击杀了 还特意指出G 那可能G1啊 好 这个空前也能追到 100分左右 然后这几个真连还是 对 他那个下球下的比较可以 想做一个 哎呦 被分了 太好了 可以看这个DDD跟库巴的空数 差距非常大 CZ自己讲 我的上臂不是出盾 哎呦 是看着爽 做歪了 做歪了 刚刚就下 可以 一个下踢 好了 可能再有一下就可以击杀了 CZ这国际友人不能下手 轻一点呢 从踢也没错 上臂出盾 BGB现在就是 啊 刚说完 可以这把 2个 CZ2比6 2 CZ威力 2 3 3